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酒在闭门会议当中 他有提到一宗个表 不过网友更是一片踏法在问 你为什么要在闭门的时候讲呢 谁听到了 所以有网友他干脆就讲 是不是你们在上厕所的时候闭门讲的 那这个话当然不好听 可是大家在问 你闭门讲的有录音吗 那录音档放出来给大家听听嘛 所以大家在问 这个闭门能相信吗 还有今天他把闭门的全文讲出来了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 他讲了几次的个表 讲了几次的一宗 这有成比例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习近平 当他讲说飞弹不是针对台湾的时候 你相信不是针对台湾吗 不过马英九竟然没有进一步的反驳习近平 为什么呢 马新会到底还有哪一些降格的地方 尤其我们看到了媒体提到说马英九 他酒后还跳针 说自己是习近平的幕僚 所以很多人看了火冒三丈 不过马英九沾沾自喜 而南英的人士更认为说 这一次马新会成果丰硕 选情大大的看好 所以他们还要再继续大打两岸牌 真的吗 我们看看今天各家的民调都出炉了 到底又透露出怎么样的讯息 为什么各家民调出炉 小英的民调又创新高呢 小英批评马熙会 让民主缺席了 他匡限了台湾人民的选择 不过民众有67% 乐观的抗待 如果能够有蔡熙会 他们也热见 那如果来解读这件事情呢 那名人朱立伦要反复美国 马英九 他要开始下乡浮选了 大选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还有广电商法现在要修正了 这个会造成不公不义的结果 涂立了特定的商业电视台 毁灭了台湾的文创产业 如果无线台有必要 一定要避载有线台的话 而且还要向民众收回的话 那我们要问 当时无线台是免费的 这是大家的认知 而且也是应该的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应该把无线台的平补收回来嘛 因为无线台本来说是应该免费的嘛 那这样子把无线台的平补收回来 是不是才叫做公益呢 才是全民利益呢 那为什么他们不要而要强制无线台 要避载到有线台去呢 所以全民要注意 你的收拾的权利即将被立法院给侵害了 你本来看无线台不要钱 现在从现在开始可能改了法律以后 你的看无线台也要钱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公不义 这个修法让全民来知道 所以经历的分析锁定我们今天的前进新台湾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 我们新北市的市议员何博文博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再来我们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郑市委 市委您好 大家午安 来 我们台北市议员李清文 清文你好 大家好 我们前陆委会的政务特任副主委 也是当时海基会的副秘书长 副董事长监秘书长 所以有关这个马博会 我们邮老师 邮教授 他是非常熟悉的 可以给大家精密的分析 我们的邮教授 邮云龙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我们台北市的市议员 梁文杰 文杰 你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知名律师 柯绍珍 主持人 学长好 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绍珍律师 你有到新加坡去是吗 没有 没有去 当然 那我们虽然没有去 不过他对新加坡整个事件 这个马博会他非常注意跟关心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让他了解 马博会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过听说马博会 他有AV的什么 AV的致死档案 随时要做调整 可是这个AV里面 根本就没有一个中国 他为什么自己要讲一个中国呢 引发国人的质疑 我们先看个相关报道 坚持九二共识 保持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马博面对面谈两岸立场 习近平先发指 进行带过九二共识 没想到马总统竟然主动抛出 一个中国 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 就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的共识 简称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两岸推动 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直题中却没有各表 马总统的致辞引发质疑 现在事前协商 角力过程陆续曝光 原来双方早就调好了 没有强调这个各自表述等等 他认为 接触了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 是不是恰恰相反 很多次有录音的 有录音的 必要时候通路不公 原来马席致辞有AB两套剧本 欧方一开始主张马总统开场白 要提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但中方强硬反对 还暗示如果马坚持谈 一中各表 习近平就会搬出 一国两制 最后双方桥领B剧本 不谈刺激性言论 发言顺序 习先马后 只将九二共识 新平在内 马亦有在内 来举行战会 当然都有各自的目的 但是都能够把各自的想法 可能会引起冲突的地方 摆在一旁 而希望这个会能够造成 有和谐的气氛 对于主权的坚持 马总统确实和中国 夥挟来的 有没有按盘交易 台湾人民的心中有个大文号 所以我们让大家看 自由时报 昨天提到说 马习会一中 各表没了 其中当他们在谈的时候 特别谈到这一个 在病人会议里面有提到说 飞弹的问题 结果呢 习近平说 飞弹不是针对台湾 军方痛斥习近平 睁眼说瞎话 我们的国防部都痛斥 习近平睁眼说瞎话 我们马总统 为什么不敢讲呢 为什么还认为 这个是没有问题呢 所以我们特别让大家来看 马习开场 未提各表 避开刺耳的字眼 可是人家也没有讲一中啊 人家讲的是九二共识 你为什么要特别把一个中国原则 把它拿出来讲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各方评评马总统 念之在之的九二共识 其实不是马总统的重点 马总统的重点是在 一个中国 至于各表 丢到热射筒 真的是这样吗 再看看相关报道 一趟中国回来 一趟新加坡回来 跟马习近平见了面以后 各表不见了 马习会到底有没有提 一中各表 四个字 主委会主委夏立言 坚持绝对有 还在现场公布 马总统逐次内容 马英九讲说 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是不是 马英九总统面对习近平先生 直接了当讲给他听的 是的 就是这一幕 中国为安人员把媒体请出场后 各会提供马总统的讲话内容 总统提及两岸在1992年11月 达成的九二共识 内容是海峡两岸均坚称 一个中国原则 其含义可以以口头声明方式 各自表达 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一个国民党籍的总统 自己都愿意送上门来 到国会来 明天的程序委员会 就应该要国民党党团 应该提出这个意见 就连国民党立委都假急动员 帮忙护航 要罚动邀请总统 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尤其台湾民众最关心的 中国超过1500枚 飞弹对准台湾 马总统被骂 成了习近平的传声筒 你后来记者会出来说 我不满意 你不满意 你为什么不当面讲啊 这1500枚 除了台湾之外 就打到太平洋 你什么没有一个岛啊 每个岛 你打不到夏威夷 你打不到中途岛 除非他们要打厦门 议会公布闭门讲话 搞绿营立委批评 根本没守住立场 更值一讲话全文的真实性 谷方坚称公开透明 重点却旨在密室交手 也难怪绿营大骂 这不是黑箱又是什么 他说有啊 我在闭门会议里面有讲各表啊 大家看 马锡会全文公开了 这是闭门会议全文公开 马英九多次说了一宗 可是各表仅说了一次 一宗跟各表 在台湾的立场是分不开了 一定要把一宗跟各表 合在一起讲 才是台湾的立场 可是他一再的讲 一宗讲了这么多 结果整个文章里面 查了半天 各表只讲了一次 有没有讲人家的怀疑 可是重南大自己发表了 也只讲了一次 怎么来看呢 其实我觉得事实很明显了 国民党现在是企图 用所谓的九二共识 去包装一宗框架 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习近平所阐述的九二共识 跟马英九他所阐述的九二共识 他自己在中国没有要求的前提之下 自己就讲九二共识是一宗原则 所以所谓的九二共识 其实不是九二所谓的一宗各表 而是一宗框架 这个部分 在这次的马习会 是让大家觉得对台湾最伤的 这个事实有没有发生 其实我们看到马习会 大家除了重视说 这个分隔66年 那个所谓的马习惊天一卧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场 那三分钟或五分钟的 马英九跟习近平 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公开谈话 你面对国际社会 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不提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宗各表呢 你在那个时候 你绝对不敢讲所谓的各自表述 你不断的 你甚至自己强调一宗原则 然后呢 等到国内有抗议的声让 人民不满的声音出来之后 你才说没有没有 我拿一个这个闭门会议的记录给大家看 这里面 我们是有谈到所谓的各自表述 我跟大家讲 这种会议记录 不会有人相信 为什么 你连中央社的稿子 都可以因为你的说法而改变了 你觉得大家会相信吗 所以我在这边讲 其实这次马习惠惠 重点是出在怎么样 重点是出在领导人的威望 我觉得这个两岸的关系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台湾人民心里也很清楚 我们其实并不反对两岸的交流 我们也不反对两岸的领导人要见面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见面之下 至少要有一个民主的一个监督机制 可是我们从头到尾 看不到马英九所谓的民主监督机制何在 包括他在公开场合上 让大家觉得很失格的表现 我今天看到自由时报 有这个美国啊 这个驻台的台北办事处前处长 杨书帝Steven Young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里面说 这一次的马习惠 不但缺少实质意义 而且啊 习近平说 飞弹 这个飞弹不是瞄准台湾这个部分 马英九竟然就这样接受了 他觉得这简直是消化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第一个 其实马英九在行前 他特别跟所有的全台湾人民或有或无的民事暗示说 这次去可能会有一个成果 可能测飞弹会是一个具体的成果展现两岸和平 不过两岸和平都是讲空话嘛 但是我们知道这次测飞弹完全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任何具体的回应 结果回来马英九还很自开 第二个 这个啊 是过去长期以来台湾一直在努力 也是国际社会觉得合理的 就是台湾去参加很多国际社会的NGO组织的一个国际空间 希望中国你不要再打压了 这个部分因为很多包括卫生啊 包括区域的一些交流 其实是攸关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生经济福利 拜托你习大大在这个部分 环保议题啦 卫生的议题 你不要再限缩这个台湾人民的发展空间 让台湾人也可以怎么样 在国际上享有NGO的一个发言空间 结果习大大一样一口回绝掉 所以我要请教的是 马英九你这次除了所谓你自己自嗨的那种拍拍乐的惊天一握之外 你这一次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你帮台湾要到了什么 如果所谓的马习会 只是你这个马英九个人的一党之师 或个人为了追求所谓虚幻的历史定位 而有的马习会 台湾人民当然要觉得说 你到底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好处 而这一次的一中框架原则 更是限缩的未来新民意 和下任总统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两岸谈判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个部分更是严重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常常讲一中个表 这四个字是不能够分开的 如果把个表不见得剩下一中 那就是陷入了一中框架 那台湾就一定是马上被捅了 所以一中个表四个字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要特别让大家了解说 马习会全文公开 马英九说了多次的一中一中一中 可是个表只讲了一次 其中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马习会有讲中华民国 那乡民就问啊 那为什么有讲中华民国 你的国旗凶政怎么不见的呢 所以大家在问这些的时候 似乎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四位 这次的马习会 国民党说很成功 所以还要继续打两岸牌 那我还是强调 可能或许在1992年 海鸡海鞋在香港所达成的这一个九二共识 有一些年轻的这一些好朋友 他们可能不甚了解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来跟各位观众做报告 当时1992年在海鸡海鞋 很多前辈非常努力的一个辛苦的努力之下 双方达成的是两岸同属一中 但内涵定义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 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年来 常常在讲的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把这个前提讲出来了 大家可能就对于九二共识 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那当然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吴医生委员也拿出了这一张我们立法院公报 第八十九卷第四十一集的院会记录 这个院会记录里面也清清楚楚的记载 当时蔡英文主席在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对于委员的一个背询 他也讲我们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是在一九九二年所谈的过程 在我们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 那当时的委员也提出了直军就说 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讲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就说我们的中华民国是吗 那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主委 就强调了对 因为宪法上是讲中华民国 所以说我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 来做一个报告 那当然六十六年海峡两岸敌对的一个状况 好不容易两岸的领导人在这一次新加坡 然后来促成的这一个马席会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的一个 关心这些的人士大家都会觉得讲说 在开始习近平讲话跟马总统讲话 这一段有记者在拍的时候 那为什么马总统不讲清楚的讲中华民国 那马总统为什么不讲一中各表 我相信在今天的一个苹果日报 也有详细的来做说明 希望习媒体一中马也必提各表 都能够让这一次的会谈 大家也都能够各退一步 然后来促进这一个共识 然后这一个和谈 那我相信在马总统在这一次 他提出了这五点 那无外乎是我们确立了巩固的九二共识 而且这个九二共识过去 常常有人讲说 那是你国民党你自己在欢迎 你自己在九二共识 但是不要忘记了 马席会会后记者会 这一个国台办的这一个主任 张志军主任他就有讲了 希望两岸都能够依循1992的九二共识为基础 然后来做两岸的这一个和平交流 所以说我也在这边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乡亲好朋友 大家各自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论述或者是看法或许不同 但是我们希望对于我们台湾未来的一个前途 我们指指孙孙我们未来能够跟海峡对岸和平的一个交流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更深知这个九二共识它里面的意义 所以看到马席会上有说中华民国 不过他这个中华民国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只讲了一次 所以就只有这一次其他都没有了 而他这一次怎么说我们看看 这是他闭门会议正式会谈 总统府公布的全文 里面提到说 这是马英九讲的 我方表示内容完全不涉及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与台湾独立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允许的 就提到这里 终于出现这四个字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允许台湾独立 不允许一中一台 不允许两个中国 所以换句话讲 他在讲中华民国的时候 反而是在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 这是唯一讲的一次 是这样子 然后再看 他提到个表只讲了一次 可是一中讲了很多很多次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现场有我们的前路委会的 特任我们的政务副主委 我们的邮老师 邮教授在这里 怎么来看马英九这一次的这个动作 马英九这一次的表现 坦白讲 真的是荒腔走板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说这一次好不容易促成马习会 两岸最高领导人要碰面 当然大家都觉得很意外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马习会 那大家就很好奇说 在马习会里面我们的马英九总统究竟要说些什么 如果说要强调要凸显所谓的九二共识 那他的说法 以他的表现来讲 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 刚刚主持人特别讲说 九二共识在台湾的立场 或者是就中国国民党政府长期一贯的立场 一定是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 这一个完整的东西才叫做 中国国民党政府版的九二共识 可是在最重要的象征性的这个 五六分钟的时间里面 当世人的眼光都在看着台湾的总统 台湾的领导人针对两岸关系发言的时候 他却只讲所谓的 他不提九二共识 他说这个1992年 这个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天啊 这个是一个 郭勇雄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这是一个事态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仪式性的场合 他正好所说的 就是在迎合中共一贯的立场 赵春山说 因为对方表达了善意 所以我方也要表达善意 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习近平一开始他就只谈坚持九二共识 如此而已 没有进一步的其他的有刺激性的话语 马英九何必一定要去主动的去谈 所谓的一中原则 而且是谈这个台湾力次所坚持的九二共识中的前半段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让人家感觉到说你自私立场 你在一开始还没有谈 你就已经先露出你的底线 你的这个底牌就是你赞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业者 为什么要跟你讲 这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 今天新华社 一大早 这个整理了张志军的这个有关 习近平的谈话内容 里面就非常清楚的引述了说 会面中马英九对九二共识 历史事实也进行了回顾 明确表示九二共识的内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样的一个说法 会为台湾及未来两岸关系的顺利的发展 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扰 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苹果日报》 习近平没有提一中 马英九也必提个表 习近平虽然没有提一中 不过习近平在支持的时候说了什么 给大家看 习近平没有说一中 但是他提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他没有说同属一个中国 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这比讲一中还糟糕 所以要在这里让大家看 其中马英九他怎么回复呢 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也是一样马上就跟他附和 附和完了还讲一句话 两岸同胞同属一个民族 他讲的 不过同属一个民族吗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六条讲这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 中华民国是很多民族的 因为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才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嘛 可是为什么他这里要讲同属一个民族呢 所以显然的 这都是在附和习近平 所以秦云 这个附和习近平这些话 现在网友是这么认为 可是国民党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附和啊 我们有讲中华民国啊 这怎么一回事 我这样讲 这个分作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闭门会议 里面双方所说的话 第二个是对外在双方会谈的时候 所说出来的话 还有包括会后双方的对外的发言人 对外所说的话 那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说马席闭门会议 陆委会公布总统谈话的逐字稿 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全部 可以说啊 中国大陆只回应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陆委会主委 国台办主任 建立联系机制 这是有回应的啊 第二个 适当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加入亚投行 大概就这样了 除此以外啊 完全没有 那完全没有 这里面 闭门会议里面 很重要的是 马总统他所提到 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其实是回应对方 所说的 不容许一中一台 台湾独立跟两个中国 其实他是这样的回应 拿中华民国宪法 来回应对方的这样的一个 对台湾的这种要求 那么 另外 也用1992年8月1号 国统会的决议啊 来认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其实主要在这里 好 这里面是有提到 所谓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公司 是有提到 可是这是闭门会议哦 公开 包括马总统 会后的记者会 所说的 自己都没有提到 一中各表 各表这两个字 在公开上没有提到 对国际媒体都没有提到 只有双方闭门会议 这个意义啊 非同小可 也就是说 人家对方 不管是张志军主任也好 还是其他的方式也好 包括习近平主席说到 所谓的两岸同时一个国家也好 对方对于所谓的 只有一中 九二公司 反对台独 诸如此类的 他全部都是对全世界在讲 可是呢 我们是干嘛 是在闭门会议里面 马总统啊 在向习主席啊 避免你们说出来而已 这种避免说啊 好像跟自家人说 自家人说话 我们两次如何如何 我们一中各表 如何如何 可是全世界都不知道 所以避免讲跟公开讲 意义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我这里来看的话 我几乎可以这样讲好了 在公开的谈话里面 出现只有一中 各表不见了 对第一个 第二个 在所有公开谈话里面 附和同属一个国家 同属一中 中华民国不见 再过来 在公开谈话里面 对外说明里面 民主自由核心价值也不见了 但是呢 在这里面的避免会议里面 有谈到台湾民主的发展 是有谈到 可是公开里面也不见了 民主也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才是 我们台湾老百姓 必须要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 双方在对谈的时候 公开谈话 避免里面 有非常重大的不同 大家不要以为 避免有谈到 就表示公开 就有它一定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了蔡英文 他驳斥马英九 说他战战自喜 可是我们的民主 却缺席了 这才是重点 不过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其中特别提到 非但不是针对台湾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军方 痛斥习近平 睁眼说瞎话 可是马英九 好像接受了 非但不是对台湾吗 立委批马英九 天真如妈宝 大家再看 这个是退役中将 刘湘斌 他说看了马席会 向老大叫小弟去 只为了讲一钟 个表不见了 然后呢 竟然非但不是对准台湾 马英九好像相信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现在国防部 今天出来打脸啊 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马英九 他在内部讲话的时候 他那边讲了一句 很有趣的 他说 他跟习近平讲说 最近外界报导 朱日和基地军演 还有飞弹方面的问题 这是反对党 常常用来批评 两岸关系的口实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贵方能够采取一些 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应该可以减少 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简单讲 马英九就是觉得说 所谓的中共的对台的军事威胁 都是你反对党拿来 批评国民党跟共产党两边的两岸关系的一个借口 所谓的口实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他根本不觉得说 对岸的这个军事威胁 或是这些飞弹的这些问题 是一个问题 对他来讲 这只是一个说 我希望你 中国能够做一些姿态 那让我回去有个交代 然后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这样就好了啦 所以对马英九来说 他去那边根本也不是要去谈飞弹的问题 也不是要去谈什么军事威胁的问题 对他来讲就是提到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对整个马英九的心态 他跑到那边去 他今天上 他如果说他在公开的地方 他不讲一个中国的话 我想秦一平不会让他去的 因为这种稿子其实 其实两边都已经对过了 所以我不相信说马英九在 所谓的赵春生讲的两个版本 或是什么三个版本之类的 我不相信 我认为这些稿子一定是双方互相都看过的 然后里面马英九的公开的说法 那个一个中国这个事情 一定是对方会有先知道 而且要求过的 所以很多中间他会有一些事后的诠释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 陆尔会公布的这个 这个马英九内部的闭门会议的谈话权 我觉得有点伤心 要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在美国 他类似这种元首之间的内部的谈话 他可能25年或35年以后 才会公布 你像尼克森跟那个毛泽东的内部讲话 他们1970年去访问的时候 那我们是在1995年以后才被解密的 美国人来讲就是说 首脑之间的高层谈话 是不用向外公布的 这是机密 但是对于马英九 现在你声望这么低 然后只剩下七个月 然后你现在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回来被大家猛K猛执意 然后你就立刻对 公布了这些对话的全文 那这些对话的全文里面 四千个字 我不知道他这边到底要念多久 马英九自己讲就讲了四千个字 那四千个字里面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语言 就是有一些 好像是在跟人家拜托 在恳求 比如说他讲到一个 很小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陆生来台 怎么从专科生 变成本科生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说 我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 亚太的高等教育重镇 我上任的时候三万人 今年超过十万人 这个数字大陆听起来很小 但是对台湾是正面的 麻烦您思考一下 这整个感觉就是说 他是不断地在这个会议里面 提出一些很细小很细微的事情 然后拜托习近平能够答应 他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一点高度都没有 所以感觉上其实马英九真的 他这一次去 他真的是带一个大礼物去 他就是配合习近平做一个演出 然后向全世界 特别是在新加坡 这个华人国家里面 现场是全程没有外文翻译的 没有外文翻译 他就是要告诉别人 告诉全世界说 这个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事情 所谓习近平里面讲一句说 这证明两岸中国人 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办好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些外媒来 我也没有翻译给你们听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 新加坡是华人国家 所以我们三方面都是华人 所以马英九今天跳进去这个局 他就注定要带着这个礼物去 所以他会讲出一个中国 再公开讲一个中国 没有讲各表 好不奇怪 好不奇怪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 我们的将领怎么讲 非但不是正对台湾吗 我们的将领说 诸日和基地的建筑物难道是白宫吗 诸日和的建筑物是什么 救赎我们的总统府吗 用我们的总统府当作假想基地在训练 竟然说不是针对台湾 怎么来看呢 这个我们在联战 在九月份到大陆去的时候 我们对联战提出了这个外患罪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九帕的总统 到这个新加坡去见面这个习大大 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要赶紧提告 但是我们发现他讲的这些东西 首先在马不提各表 习不提一中 那请问一下他们这次会面 是什么意义啊 今天看到的这个谈话全文 说实在 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是垃圾 因为完全言之无物 不知所云 我们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当然 首先第一个 武力的军事的部分 包括在九月份的这个军事演习 出示了大量对台的这个武器 这个部分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一句话一言以必知 第二个部分 外交地位 如果今天马总统 他是希望能够代表台湾到这个对岸去 或者是跟这个习近平来做一个 一个对等的喊话 那他应该要针对我们的外交地位重申 第三个部分 就是双方的一个处理的方针 双方面面对两岸问题 或者是有任何危机处理 这个部分 说实在 今天的谈话全文 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说实在 今天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九二共识 在上一次蔡英文主席 前往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 针对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在表什么 我们要了解 因为许许多多的年轻世代 面临了2016的选举 有了投票权 但是 他们在当时 九二的 1992年的时候 不是没有出生 就是未成年 你今天要用九二共识的这个东西 来要求我们这些公民 去认知到我们的台湾地位 或者是中华民国地位 我想这不是我们民主的一个过程 另外重点就是 这一次 马英九的这个四面秘密外交 没有经过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监督 我想这部分 也是我们现在要针对法律的部分 来要求马英九到立法院来背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锡会后 现在美国讲话了 美国的学者说 葛莱怡说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需改变 因为 他认为这次 其实嘴巴当然 外交语言是说 欢迎你们对话 事实上这对话没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 马锡会落幕 南军若继续执政的话 两岸还会有高潮 哇 这朱立伦说的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 还会有高潮 那有人讲说 什么高潮 是卖台吗 还是和平协议 还是什么 大家都想了一堆 不过似乎负面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等一下来让大家了解 这些 今天有好几个民调都出来了 这几个民调讲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小英的民调 会继续往上升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小两岸在1992年11月 就依了中国原则 达成的共识 简称九二共识 马锡会唯一达成的效果 是在国际舞台上 企图用政治框架 方线越来的两岸关系上 从蔡雨昕到民进党团 到今天 还是用一个负面反对的心怀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 国际区法宏观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到马锡会落幕了 但是他的余波荡漾 在台湾 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都是注意在选情 对选情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那显然的 冲击的就是朱立伦跟蔡英文 当然也许宋楚瑜也有冲击到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有关国民党 他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他对于马锡会 还有他今天上午的行程是什么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只听到朱智姐 赛斗的法郎朱立伦宣传 既职政策变身一致法行尸 拿着剪刀一搓一搓 小心修剪 剪头发不再行 倒是刮别人的胡子 绿营的部分 既然有这么多的疑问 那马总统在出发前 就已经说愿意到立法院 来做这一次的国情报告 但是很不幸的民进党 我相信从蔡主席到民进党团 到今天还是用一个 负面反对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格局 缺乏宏观的一个想法 横采蔡英文缺乏高度 朱立伦调侃蔡主席 怎么像网路酸民一样 一昧看坏马席会 马席会已经开创了 两岸的最高领导人的会面 未来当然不排除 会有第二次 只要朱立伦当选 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 预告兰英继续执政两岸互动 还会有更多高潮 马席会外还有朱席会 第二次第三次 不只巩固台美关系 再过一天朱立伦也将启程访美 延续兰英两岸牌 再打美国牌 那这个马席会对朱立伦有影响 对蔡英文 当然蔡英文说 这个民主缺席啦 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 蔡英文对马席会 他是怎么讲的呢 我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是让台湾的人有更多的选项 而且要确保台湾人有完整的选择权 所以我相信两岸的选项 应该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人民来做考虑跟思考 那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当中 去献说人民的选择 波文怎么来看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次马席会 一开始就讲打断骨头连着筋 他没在跟你客气的 他就是告诉你两岸就是一个中国 他很清楚表达这个立场 可是我们的 不要说这个马银九 有没有敢在公开场合表达 就连我们的记者采访团去 只是因为记者证上面 有中华民国104年 结果这个记者证被硬扯掉 现场我们看到五星旗满天飞 场内场外都一样 可是只要见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立刻扯掉 连我们的媒体去那边做转播 国旗也要被扯掉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连在现场 我们的代表团一句话不吭声 连在那个现场都捍卫不了中华民国 你要跟人家说 你代表中华民国去 去这个判断 去这个谈判 会对这个中华民国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选情的部分 我认为民众其实看得很清楚 你看从这一次这个选情 我们看几家民调 包括苹果日报做的 包括三立做的 包括两岸政策协会做的 蔡英文在马习会之后 民调依然维持高档48.3 朱立伦在苹果的民调是33 三立的民调 蔡英文46.7 这个还往上升了1.3 朱立伦19%而已 连20%都不到 连两成都不到 我们看到两岸政策协会 蔡英文48.6 这个比上次调查还高了3.4% 朱立伦维持在21.4 几乎是平盘的状况 所以就选情来讲话 国民党本来想要利用这个所谓的两岸牌 66年今天一握 撼动他的选情 显然在民调上是看不出来的 不过世伟今天两岸政策协会的民调 因为两岸政策协会是有栏有绿 包括苏奇都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人 所以有栏有绿 这个大家都比较看他 比较看好这个民调 不过这个民调 蔡英文还是上升 而朱立伦反而下降0.5个百分点 怎么来看呢 我想民调大家都做参考 当然我们主席也一再强调 马锡会能够让66年两岸敌对的状况 能够达到一个里程碑 我相信对于后面的 我们如果说下一任的一个领导人 他有没有要遵循马总统 这一个马锡会的一个步骤 我相信由下一任的领导人 他来做决定 那当然如果说是我们朱立伦主席当选的话 朱立伦主席有讲 未来搞不好还会更深入 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他说还有高潮 对对还有高潮 那我们要讲 这个也是今天联合报 他针对于马锡会 台湾社会评价 当然有两级 马总统在马锡会的一个表现 当然有人讲说37.1 那有人不满意有33 那你说若明年总统大选 蔡英文大选是否赞成 蔡英文和习近平会面 赞成的也有6成7 所以说我们讲 今天你马总统在当任 领导人 那未来如果有机会 蔡英文担任领导人 你如果有机会 你要不要跟习近平见面 蔡英文主席也讲 不排除 那人民同样也有期待 那马总统应否针对马锡会 到立院报告 也有超过 5成2的民众认为讲说马总统应该到国外做国情资文报告 那我们主席今天在受访的时候也有讲 马总统要去 那我们立法院各党团 大家应该团结一致 建立一个惯例 你让他去嘛 那这样子对我们国外监督 我相信也更有利 那你说马锡会后两岸关系的发展 是会变好还是会变差 我相信变好的是维持大多数 那你说朱 宋 蔡 三位总统候选人 哪位比较有能力维持两岸的稳定关系 那我相信在我们朱主席也占大多数 那同样的 我们除了说看国内 当然我也跟各位做报告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瞩目 那当然我们海峡两岸的一个关系 还有最重要我们不可忽略 我们的一个盟友 就是美国的一个看法 那你说美国国务院 针对于马锡会 他也按赞 而且他针对你讲说四点 第一个 乐见双方会面 第二个 这个马锡会 也是历史性的进展 第三 鼓励深化两岸的连结 第四 对于美方的一个态度 他也是坚守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 那刚刚我们庆元议员也有讲 说总统可能在开问的时候 他没有去讲到这一个 个表的一个部分 那我还是强调 你针对于说习近平 他在他的致辞演说后方 过去你记不记得 1992年是谁当总统 李登辉当总统 但是李登辉否认 说1992年没有九二共识 但是习近平他在最后也讲 双方坚持九二共识 这个全文里面 连习近平都讲出来了 那你说马英九总统 他在期间也讲 巩固九二共识 那等一下呢 他在会谈的时候 他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在会后的记者会 第一个问题的是谁 联合报的记者 那联合报的记者他也提出来了 总统也把当时1992年 联合报所发的那个新闻稿 也讲了 他也说 例如九二共识 这是1992年达成共识以来 第一次两岸领导人谈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谈 为什么是一中各表 这就是他一个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一个基础论点 再来跟各位做报告 不过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德国的媒体说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北京 法新社他怎么讲 台湾民主是抵抗 中国统一的放火墙 可惜马英九 他对台湾的民主 似乎就是蔡英文批评了 没有讲 不过这个大家等一下可以看 不过在这里 马熙会后我们三立的民调 有35%不满意马英九 大家看一下 满意马英九表现的 好 大家看到 不满意了34.9 将近35% 满意了只有26.4 当然这个跟联合报做出来的 有一点点差距 看一下联合报的差距 不太一样 联合报是说37.1满意 33.8不满意 不过我们看到了 有做总统支持度 三个候选人支持度的 那大概就是苹果日报 跟我们三立有做 那联合报是没有做 所以我们从这整个来看的话 怎么来看这些呢 文杰 我觉得现在趋势看起来很清楚 因为马英九个人表现 其实大家看起来是不好 所以马英九自己在这一次的表现 他不会反映到朱立伦的支持度 所以在各个民调来讲 不管是三立的也好 不管是苹果的也好 两岸政策学会的也好 基本上他的总统后 总统的支持度 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没有变化 反而好像看起来 蔡英文好像有点扩大的状况 那但是他们问了一些另外的问题 其实倒是值得民进党这边 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 不管是你问说 未来两岸领导人 是不是要常态性的会面 或者是你未来这个 蔡英文当选以后 要不要跟习近平会面 支持的都好像是比较多的 而且不管是在蓝绿里面 或者中间选民里面 其实支持未来领导人的 比较常设性的会面 比率都比较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习近平他的出手 他根本也不是说 我想要就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 虽然国民党肯定这么想 但是习近平那边想的是 未来你蔡英文当选之后 那我怎么样用现在的 马锡汇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把你蔡英文未来框住 然后我现在先设定了这个 我现在先定义现状 也就是说 现在的现状 就是两岸领导人 可以会面的现状 那未来你蔡英文当选之后 你要怎么样让我来跟你会面 所以习近平的政治企图 他其实他再三说 或张志军那天在记者会 也再三说 他说他们并不考虑台湾的选举 但他们考虑的是 选完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他想要用这个来操作选举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对习近平来说 他是成功的 他不管国民党的选举 可是他要操作的是 明年1月16号选完以后的两岸关系 所以从各家民调里面看到了 蔡英文的民调反而上升 而朱立伦的民调还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们再来看 马锡汇后选情加温 兰委你再打两岸牌 意思是说马锡汇 国民党会赢 然后再打个两岸牌 国民党选拳 大家温就会赢 优老师 这个在你的认知里面会这样吗 这个分两方面讲 第一个方面 这几份民调都是在昨天完成的 是 那以我长期对民意反应的观察 马锡汇的效应还正在发酵当中 不会立刻百分之百 全部在昨天就已经发酵完成 所以他可能反映了部分的效应 还不是全部的 是 那他可能反映的是 过去这一阵子 这个几个总统候选人 这个努力的成果 呈现出来 所以 蔡英文继续往上 那其他候选人往下 那这个效应到底会怎么样呈现呢 我想 几个方面再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说 马英九这一次其实是弄巧成拙 太早的将自己的心机 自己的心境 自己的信念 或自己的价值 就是他也主张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 很接近习近平或者中共当即所坚持的九二共识的内涵 但是这样的一来反而刺激台湾内部 这些关注政治事务的这些选民 反而觉得说 那这个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那我觉得这个要注意它后续的效应 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因素一直在过去从96年到现在 台湾的历次总统大选的确都扮演一个角色 虽然分量也不一样 影响层面也不一样 这一次 马锡惠会我相信他当然也是一个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显著的中国因素 但是他才刚开始而已 未来要怎么样发酵 可能要到选举最后一天你才完全看得出来说 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有几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个就是中共的因素 中共是不是就在这样 马锡惠会之后他就不再出手 或还是说他还要继续配合相关的事情的发生 然后他适时的出手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中共袖手旁观 完全是朱立伦又出来 在讲国民党那一个老套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选情不会有太大影响 那么毕竟朱立伦也不是特别擅长两岸议题的候选人 他跟马英九毕竟还是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就两岸议题这一个部分来讲 可以很确定的一点 马锡惠会让两岸议题重新回到总统大选的议程里面 重新让这个议题搬上台面 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觉得不可以小觑 但是要好好观察 所以邮老师告诉我们 两岸议题在选举 在后面还是可能会继续发酵 还要看中共他出不出手 如果中国出手的话 那可能就会不一样 不过今天同政员 两岸政策协会的理事长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 同政员同老师同教授 他现在人在伯克莱当访问学者 那他在脸书也写了一些文章说 从民调里面看出一件事 马习惠这一次惹恼了年轻人 他说年轻人非常火大 所以民调里面 年轻人对马习惠的反应是很剧烈的 而且是对马英九不利的 可能会对国民党不利 怎么来看呢 这部分真的是 我们在网路上 如果大家有在看PPT 或者是看这个脸书 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 当初在第一时间知道 要这个秘密外交 要到这个 跟要马习惠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担忧的 尤其是这几个太阳花学院的这些学生 我们最担忧的就是 服帽 破帽 甚至于是这个和平协议 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要革命了 那时候甚至于要冲撞了 那结果后来发现的结果 怎么 根本就是只是一个 做做样子的一个破冰之旅 只是想要 马英九只是想要告诉 说我执政这么多年 我们真的有这个 真正的一个握手的一个马习惠 只是要告诉国际 目前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地位 要宣示他的这个政绩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这一次 马英九的这次的行程 其实对朱立伦是扣分的 甚至于是打脸的 因为在他这个7号出去之前 我们的这个朱立伦 他弄了一个文宣叫 One Taiwan 那结果呢 马熙慧所讲的是什么 一中框架 甚至于一中不讲个表 那根本就是在打脸 朱立伦的这个政策 他想要笼络我们这些年轻世代 希望能够针对这个 One Taiwan的这个 这个slogan 能够有一起 同心的一个 同心然后对这个台湾主权 能够有更多的支持 结果 马英九这一次 根本就是打脸朱立伦 而且呢 朱立伦身为国民党的主席 针对这一次 我们一再地询问他 在马英九出席之前 他知不知情 这一点 朱立伦没有回答 针对马熙慧 朱立伦接不接受 朱立伦也没有回答 那我们不禁要问 请问朱立伦 你明天要出发到美国 你对我们的这个 一中各表 九二共事 你有什么看法 你必须要说清楚 这样明白 所以我们看到了 蜡苹果赚兰庭里面提到说 马熙慧是个败笔 为什么不是个败笔 因为这里句话 这个一中原则的失误 也可能成为风暴的核心 所以换句话讲 他已经认为说 马英九提到这一中原则 习近平都没提你 都没提你自己提 这是一个风暴核心 所以如果是败笔的话 接下来对大选影响会怎么样 好 那我认为 这一次本来来讲 两岸的议题 本来就是传统 国民党他比较拿手的 所以前一阵子 因为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的洪秀柱 在操作两岸的一些议题的时候 当然了 有点插枪走火 让他本来优势的议题 变得劣势的 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 事实上是他被换掉的主因之一 那现在呢 又重新来操作这样的两岸议题 那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 我跟他这样讲 蔡英文主席 他这次的因应 照我们来看的话 是因应的 是相当的高明 所以他有办法 在事情发生了以后 他的民调 竟然不降本身 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那蔡英文主席 他主要是提出 不排除蔡席会 但是有设定三个前提 包括类似公开透明 民主监督机制 不设政治前提等等 那这些论述 其实是符合台湾 目前主流民意 他们可以接受的 所以蔡英文主席 可以维持他的高民调不最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我认为说 在这样的一个定调之下 在明年元月十六号以前 我认为两岸的议题 对蔡英文主席的伤害 应该已经是降到最低 不至于变成他 继续被国民党操作的 变成利多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我要讲就是说 事实上马英九跟朱立伦 在两岸的议题上 其实是走两手策略 第一个 比如说马英九总统去的时候 等于是在公开上 公开的对外谈话上 等于是附和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论述 叫做One China 但是朱立伦却打出是One Taiwan 那One Taiwan来讲的话 事实上它等于是中华民国不见了 那我们所谓的一中个表 没有One Taiwan这个东西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 等于是玩两手策略 那One Taiwan对我来讲 我认为中华民国不见了 这个可能比One China还严重 还严重 等于个表不见了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的 这个马习会 在公开的论述里面 其实个表是不见了 我觉得个表不见了 是这一次马习会 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输掉严重一成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 因为个表是我表我的 你表你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大家可以认同的 可是当个表不见以后 是不是大家都要走向一个中国 如果这样的演变下去的话 其实我认为 对朱立伦主席 他的总统之路 包括来营的立法委员 在这一方面 没有把论述 说清楚讲明白 捍卫中华民国 把论述讲明白的话 任由One Taiwan 或者是One China 这样的话 继续演变下去 其实对国民党的选情 未必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马习会是个败笔 因为他的一中原则 变成了风暴的核心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朱立伦怎么讲 他说蓝军若继续执政的话 两岸还有高潮 为什么 因为马习会落幕了 落幕对他们来讲 是个选情加分 奇怪这个认知 怎么跟这些评论 还有跟这么多的民调 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下去的话 国民党的选情会怎么样呢 那民进党的选情 又会怎么样呢 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马习会落幕 那朱立伦明天要到美国去 明天他要到美国去了以后 还有一个人叫做马英九 他开始要浮选了 哇 这个可好玩 一个要去美国 一个开始浮选 那马英九是代表朱立伦 浮选吗 那这样子对朱立伦会加分吗 大家都在问的时候 朱立伦今天回复了 他讲说 赴美与马习会无关 到底怎么一回事 整个选举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林承才回到台湾 马总统脚步没停下 到中台湾跑行程 把马习会挂嘴边 似乎很骄傲 感到抱歉了 本来今天的参访是昨天举行的 因为昨天要到新加坡去开马习会 所以临时把时间延后 台湾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来伤害 我们的自由民主 我们也不能让任何人来伤害 台湾人民对未来的选择权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陈文是在暗奉马习会 那他的对手朱立伦呢 朱雅对去是一个家大业大的一个政党 只提打不畅明 陈文刻意冷处理朱立伦 马习会刚落幕 一连两天 陈文华主人民未来 再用名义绑住马总统 陈文火力全开 让人误以为他的对手还是马总统 选前两个月马习会这一招 国民党企图打两岸牌 催化蓝绿对立 基本盘归队 2016英伦大战更像是双英对决 你也把我改冠这件事改冠好事 我都听你 这样好吗 听到渔民开条件 朱立伦到宜兰农渔会固庄 大方承诺 我主车以后 主车打电话 我们的资料给我们的主委 好吗 不只口头说说 传出2号当天 朱立伦结束行程 一上车立刻一通电话 打给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随即将陈琴案送交余业署处理 但过程竟然跳过隔魁毛智国 直接对部会官员下指导级 主席才入局上 真是要反应你一样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我们日常 关于政策协调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透过党政平台 竞选总部驳斥指控 直至大选告急之际 朱立伦跳过中央党政平台 直通行政部会 请假参选中的朱主席 下乡影响力实在说到做到 那现在朱立伦要到美国去 马英九要下乡辅选 那怎么来看 我想马英九要下乡辅选 在选在这个时刻 一定是觉得马席会 对于这个选情大有帮助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喷口水 我们直接看数据好了 就数据来看 这个是两岸政策协会 做的民调 马席会已经是国民党的 可以说是两岸牌中的一个 大概是绝顶王牌的 结果呢 马席会对国民党的影响 负面影响32 正面影响28 换句话说 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反而奇怪的是 对民进党来讲 照理讲 过去两岸都是民进党的弱项 可是这次马席会出来之后 马席会对民进党的影响 负面影响21% 正面影响27%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个也是两岸政策协会做的一个民调 他说 在蔡英文 朱立伦和宋楚瑜三个人当中 请问你认为 谁在处理两岸关系时 比较能维护台湾的利益 蔡英文高达49 朱立伦只有21 宋楚瑜13 好 我再举一个数字就好 所有的选举里面 特别一对一总统大选里面 首头组是最关键的 这一次在宋楚瑜 蔡英文跟朱立伦三个人当中 你认为谁处理两岸关系 比较能维护台湾的利益 在20到24岁的这个年纪族群里面 蔡英文高达50.8% 朱立伦只拿到13.3% 换句话说 在手头组129万个这个手头组里面 蔡英文占的几乎过半的绝大多数 所以 佑老师 那整个对选举的影响 马习惠包括朱立伦明天要去美国 美国一定要问他马习惠嘛 那接下来 马英九他要下乡服选 整个选举的发展会怎么样 你的看法 如果以过去的经验来讲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到美国 都是借力使力 那借由访问美国去表达自己 对两岸相关问题的主张跟立场 所以我相信虽然朱立伦嘴巴讲说 跟马习惠无关 但是你想可能吗 朱立伦到了美国 不可能去谈马习惠的内容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个 很强烈的连结 他可能感觉说要跟马英九做一些切割 建一些黄火墙 但是一定是在去谈两岸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朱立伦在去谈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跟2012年已经完全不一样 2012年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 面对了相当艰困的一些情况 可能中间还有很多误解 可是这一次他去美国之后 你看包括这些 这个副国务卿成级的人出来接待 而且对外的讲法都非常的正面 相信蔡英文可以好好的 可以有能力去处理两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次来讲 总统选情一开始 就是一面倒的情况 这种一面倒的情况从民调所显示出来的 跟1996年的李登辉的选举 跟2000年宋楚瑜一开始的那种气势 跟2008年 这个马英九的一面倒的那种态势 再度呈现在2016年 蔡英文一样是一面倒的声势底下 他现在只要沉着应战 两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而不是随便可以应付应付 好好的去面对他 这个轻松以对 四两拨千斤 我觉得这个险情 如果依照目前的数字来讲 46 48 扣除掉20%的不投票选民 换算一下 蔡英文现在的得票率 已经超过58%了 不 四伟 是 马英九明天开始要下乡浮选 马英九是我们最高的一个从政同志 当然总统他要下乡去浮选 但是我们也在这边乐观其成 当然最重要的总统 他也要必须要把这七年多以来 他所执政的他的一些成果 他也要来说清楚讲明白 让我们的民众都能够清楚感受得到 那我相信对我们的选情 当然是有注意的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讲说 明天晚上我们主席就要前往美国 来做一个访问 那刚刚主席受访的时候也说了 这个跟这个马熙会完全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 因为在10月17号 我们主席受到国民党林全会征召了之后 他那个时候就表明希望到美国去做访问 那那个时候马熙会都连一个影都还没有 所以说你说这个访问美国跟马熙会 有没有对于美国我刚刚讲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 我们最重要的伙伴 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主席要参选2016的一个总统 美方也要清楚知道说朱立伦主席国民党这方面 对于台美未来的一个关系如何转变 我相信美方他们也是希望知道的 所以青年马英九明天服选 朱立伦明天要去美国 这个跟整个大选包括马熙会 现在落幕了整个大选的发展会怎么样 是 其实马熙会还有朱立伦赴美 虽然彼此无关 但跟选举都有关 那马熙会的时候 这个等于马英九总统一吐鸟气 所以等于是他一吐鸟气 他现在忽然开始有的光环开始意气风花 那朱立伦主席也一吐闷气 一吐闷气能够到美国去 也就是说 这个等于是把两岸的这样的光环给马总统 那么跟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光环给朱立伦 所以双方各拿一个光环 然后来参与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选举 包括助选 可是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两岸牌打完了 却打这个所谓的美国牌 因为这两张牌 对整个的这一次的选举 非常重要 等于国民党他要塑造一个形象 就是说我国民党善于把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牌 我可以打得很好 同时我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甚至规格要做到比蔡英文主席去的时候还高 所以就是说把两岸牌打好 把台湾跟美国之间的牌打好 是有利于台湾这边里面的所谓的经济型的选民 还有包括军公教的这些选民 所以军纪学选民跟军公教选民 对这一次的选战里面 对国民党长期来讲的话 是最大的支柱 所以这方面的话 确实会有帮忙 可是马总统 他到底这一次去助选 是什么人才会邀他助选 在我个人看来的话 南英的立法委员 如果选情不佳的 这个已经死马当活马医的 那可能会邀马总统来参加 希望能够趁此机会 住个威住个市有可能有帮忙 但是选情良好的 很好的除非是马戏人马 但是我怀疑他会邀马总统去助选 因为去年嘉宜市长候选的陈宇峥 他的经验 我想大家大概心里非常清楚 死亡之沃这样的一个忧虑 可能有很多的南英的立委 还是在心里中还是有阴影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马总统要去中国 走透透要帮忙复选 我们看一下这是今天的报纸 财政部长说 十月份出口连五个月 双位数的衰退 这一种政绩 633点跳票爱台12建设不见 一大堆问题 连五个月双位数的衰退 他去辅选有用吗 那谁敢叫他去辅选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不过到底他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大家也在猜测 怎么来看呢 经济不好啊 政绩差 针对这个马总统 要来辅选的这个问题 我想对于一些 就是之前投票给马英九 或者是这一次 这个55岁以上的这一些长辈 我想影响力是绝对有的啦 我们不能够抹灭掉 我们这个选出来的元首啦 但是重点在于我们这个手头族 或是年轻的族群 说实在是完全无视 马总统的这个服选的行政 我们比较在乎的 反而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 那个朱立伦这位候选人 他算是我们目前台面上 我们比较还有所期待的 那既然有所期待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在 不管去赴美的行程里面 把这几次 这一次不管是一中 或是一台这个问题 讲清楚 另外就是这个服貌货帽 以及和平协议 这个部分将来 在他执政的时候 会有什么方向 关于中国这边的反分裂法 国安法 在这些年 在马英九执政这些年 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跟负面因素 我想这也是新的总统 候选人需要说明的 不过 邱老师 刚刚这个柯律师特别提到说 55岁的人 可能会对马英九 还有一点留恋 真的吗 你是55岁以上 所以我特别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我想现在留恋的人 已经是个位数了 真的 9% 8% 甚至于可能更低 我想这样子 马英九今天的这种表现 从这个765万票 一下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跌落谷底 历史上没看过 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你从事民调工作这么久 没看过 没看过这种情况 只有马先生 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谁向他跌到这个个位数 另外一个 更令人惊奇的 以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低的民意支持度 他竟然还有勇气 在这个选举前还要前台湾跑透透 这个是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敢去的 你这个位是凡的 到了地方是很冷的 我们洪秀柱副院长到了地方 他也是冷到不行才回来的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是真的 因为我们都有浮浅的经验 当你人气很低落 当你这个不受欢迎的时候 你又坚持要去 所谓何来 除了使命感之外 或者还有别的东西吗 所以 我就这一点来讲 我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纳闷 我来继续观察 所以马英九要全国走透透 那我请问一下 吴医生会不会请他去 那慧鸿泰会不会请他去 当然要 奈斯堡会不会请他去 当然要 那我们就看他们有没有请他去 这个都是指标嘛 马系的嘛 如果请他去了 那结果会怎么样 大家也都无在 会不会像陈以正一样呢 当然 每个人都在看的时候 可是他毕竟是总统啊 也许还真的55岁以上 还真的有他一定的魅力 这也不一定 不过我们要看到 这个状况的时候 文杰 是 这怎么一回事啊 马英九真的 全国走透透 他真的还可以拉到很多深蓝的 或者挺马派的票吗 我觉得就是奋力一搏吧 因为对他来讲 现在nothing to lose 就是没有什么好输了 nothing to lose 对 没有什么好输掉的东西啦 那所以 认真的做 我觉得他最重要 决定于各个立委的态度嘛 因为你下去辅选 你一定都是先跟当地的 立委候选人先联络嘛 总统要来 当时要来 要帮你站台 你愿不愿意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 我们倒是很好奇说 最后到底有多少个 这个立委候选人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那愿意或是希望马英九下去的 那有哪些是故意回避掉的 哪些是怎么样 那譬如说像柯律师这一区 他的对手我不知道就希望马英九去嘛 那他可能自己要评估说马英九去对他自己的选情到底好不好 搞不好柯律师很希望马英九到对方的阵营去站台说不定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 当然就是说刚才尤教授讲说很纳闷 可是从某个角度你要佩服他的勇气 真的是 我真爱讲这一点 因为我们做政治人物好要选举的时候 你真的到那边很冷藏 真的是会 你走一次走两次第三次你就不想去了 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不会吧 总统出去是车队是有关怀 那如果你的随护比群众还多 那你真的是很难看 我说除非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又另当别论 有使命感三个人也是一样讲 他们都不看好 不过他们是民进党的 我想见仁见智 假设今天是民进党员 你喜不希望阿伯去帮你助选 那我相信马总统在我们蓝营里面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基本支持群众 那要怎么样子运用 我相信这必须做拿捏 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 怎么来看 如果马英九到台北市去帮奈斯堡辅选 这是你的对手 你会高兴还是会担忧 这样好 因为文山区是马总统的 应该算第二故乡吧 那马总统来对文山区 我想对于包括深蓝的归队 那文山区军工教人员多 那经济系选民也多 中产阶级相对也不少 所以他如果来替赖斯堡站台的话 其实对我一个诉求 这个五党级参选 诉求第三势力 诉求新头脑进国会的 恐怕是会有相当的冲击 所以赖斯堡委员邀他 我认为是正面的 一定有注意 只不过说赖委员现在的广告看板 上面国旗也不见了 党会也不见了 连衣服都变红色的 那他自己的后营会 那个党会小到小到像蚂蚁上述 就这么小 根本看不到 党会非常小 还写个小小的唯一提名 这样 他很担心人家认为说 这个是国民党唯一提名 他希望他恨不得现在当五党级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我不知道说马上有去的话 如果看到他说 你再看看怎么没国旗没党会 怎么一无都变红色的 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还误以为说 整个文山区 见了国民党提的两个人在参选 怎么看 我想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但是 我在想说 如果马一下乡 我是劝拉 最好是临时通知 因为他如果太早通知 我很怕所有 所有国民党候选人 行程全部排满 甚至搞不好有的出国都不一定 一听到马云九要来 拜托 要选举还敢出国不会啦 对啊 就是因为选举不如出国 如果马云九去他不如出国算了 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淡水吴玉生 吴玉生拜托你一定要要马云九去 真的啊 世伟你回去一定要叫 就要陪他扫接是吧 不要一次 他是嫡妻子弟兵 那个以前多么字啊 至少少个两三次好不好 还有我们新北欢迎马云九 十二个选区都来助选 所以记不记得马云九帮 连胜文扫接的那一幕 听说当时帮连胜文助选人说 他如果卖来就算选举了啦 就是因为他来扫了好多票 真的这样吗 我们不知道 毕竟他是总统吧 不过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们继续要让大家来了解 我们继续关心 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们的立法院 真的为了选举 有没有在做事呢 如果有在做事 只是为了修广电法您会同意吗 等一下来告诉大家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有关 我们的立法院现在对广电三法 在这个礼拜可能会进行修正 不过这个法律对民众 整个收视的权利会产生很大的变动 而这个变动会影响到我们人民的权益 尤其本来看无线台不要钱的 可能会变成要收一百块 这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相关报道 卫星工会五大理事出面抗议 无线频道避载无礼 民视等无线台避载频道上架 真正该保障的圆明台 长期遭到欺压排挤 每年支付七千万 但却没办法看得到 避载频道成为无线台特权 我包括台联在内去做一种 这种遏制化的一种议题操作 特别是在选举之前 想要强行通过广电三法当中 这样的一个条款 我们认为非常的不公平 播出平台上面 是看不到原住民电视台的 使用了公共的资源 但他却并没有 真正的去做到公共的服务 立委强推广电三法修正案 卫星工会痛批 会让优质频道消失 根本是为了选举考量 图立无线台 坚决反对 是不能透过立法的手段 来保障不正当的利益 不能够用B载来保障非公益的特权 强推广电三法到底是全民之福 还是伤害全台湾人的收拾权益 答案恐怕很清楚 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卫星工会的秘书长 陈一昧小姐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原住民立委的参选人 马耀比后 马耀你好 听到原住民的话 我都整个精神就来了 再来我们美改弘的召集人 我们的叶大华 你好 召集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当然我们大家已经刚刚看到了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梁文杰 文杰你好 大家好 我们讲讲整个广电三法 到底现在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礼拜听说 非要表决不可 要强行表决 大家还在看不懂 那这两天也有很多人在问 我们本来看无限台是不要钱的 那现在改了以后 看无限台变成要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请我们的秘书长 再次的告诉我们 好 那这个 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广电三法的修法 在上个礼拜 就突然党政协商的时候急转直下 突然现场有一个这样子的意见 就是说针对闭载 无限电视频道 闭载到有限的平台上面 这件事情要去做协调 因为现在大家 其实吵了三年 之所以没有办法过关 也是因为争议太大 太多的不公不义在里面 千万不能让他吵出来通过 然后没想到就到选举了 结果因为在选举 广电三法被跟选举 做了一个绑架之后 现在变成上个礼拜 在党政协调的时候 却说 请NCC来协调 我们这个三大的电视工协会 如果协调 大家没有得到共识的话 就要交付表决 就要用强行表决的方式 来让无限电视台 闭载的这个案子 要让他过关 那现在就说 而且上个礼拜三的 那个党政协商里 还有第二条 就是说 有一个就以后要实施 全数位化之后 要实施分组付费 分组付费以后 就是把电视台 切很多个不同的 这个包 不同的包 就好像现在大家 这个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家里房间 隔很多间 那意思 就是要把它隔间 那每一间就要收不同的钱 那每一间收不同钱 里面有一个基本款 基本款呢 就说 那就一百块 一百块 然后但是至于 这个一百块里面 是什么内容 当天是没有讲 有说好 那就交给这个NCG 回去做研究报告 然后是礼拜 就是今天 昨天要送给立法院参考 然后礼拜三要来做决定 这样子 今天送立法院参考 礼拜一送立法院参考 然后来礼拜三做决定 那我们就很好奇说 而且这两个条文 一个是所谓 油管法的33条 一个是油管法44条 当天协商会议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据说 在里面开会有人讲说 刚开始一开 台联就说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臂宅 因为臂宅争议很大 吵吵闹闹闹 这先算了不谈 先来谈这个 有分组付费的基本频道好了 基本频道我们主张 变成一百块就好 这个一百块一讲 大家就不敢反对 为什么 选举到 谁敢反对说 因为现在大家大概要交四百五到五百左右 从四百五百减成一百 当然是省钱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操作就是把老百姓 就是真的就是在耍老百姓 就是说一定他这个他也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一百是什么内容 一百看几台 他没有讲 只有看看阿弥陀佛跟上帝 还有看购物平台 对 而且还是看什么我不知道 对啊 就主持人你就很 你就会问嘛 我们就说 结果他当天开会不是说 他先不要谈必载 对不对 结果我一就拿他另外一个条文 其他另外一条的条文里面讲的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他讲叫基本频道 基本频道一百块 结果他推的另外一条条文 是说要把所有的无线电视台都要列成基本频道啊 可是他们是商业台 对就是这个意思 商业台为什么要是基本频道呢 对啊 为什么不把那些无线 比如公共电视 原名啦 客家啦 这个列为基本频道呢 对啊 主持人问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不公不义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拆穿 他们打着公益的口号 其实是徒利之实 我们可以看这个 原住民电视台就是最好的对照组 原住民台大家认为是不是就是公益 当然是公益 而且少数族群弱势嘛 最需要被所谓我们这种文明化的国家 进步的国家 我们就是要让原住民的文化能够被保存嘛 是不是应该要有电视台 对 好结果呢 我跟大家报告 在这个无线的平台上 他们自己盖 自建的平台用什么 用公共评本 我们上次讲 公共才盖出来的平台上没有无线 没有原名台 哎呦 所以我们要这里问 我们要替原住民打抱不平 其实因为我们都跑过三地乡 我们都了解 那我们跑过 你现在不能叫三地乡 叫原住民乡 三地乡等一下 马上要生气 我们说原住民乡 其实啊会看那个无线台的都是原住民 为什么 那就比较散嘛 我要看免质的嘛 结果现在把它变成了分组以后 把这个加进去以后变成通通要钱 可是里面反而没有原名台 怎么变成这样的马耀 你们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吗 有有 我多讲一点点好不好 我从前面开始讲 大家比较有感觉 文化 我们过年除夕端午中秋清明 都有放假 这个是必休假 必我们讲这个必 对不对 重要的职业才必休 这件事 这那么多的假 哪一件跟原住民有关系 我们都要陪你们吃粽子饼 陪你们吃吃月饼 那我们自己原住民假期的时候 有假吗 一天还要请假 要有证明跟去镇公所盖章以后 公不公平 而且这样的话 传承汉人的文化 透过这些重大节传承下 那原住民的祭典 通常到三天五天七天十天都有 只有一天文化传承不下去 所以我们的文化传承不下去 文化很重要 所以必休 大家都在修的时候 我们结果没有修 过年花了四天五天 我们的文化传承不下去 所以马耀 我们看一下原住民受了哪一些委屈 我们先看个相关的报道给大家 来我们看一下原住民 原民台是个公共台 为什么被排挤呢 为什么没有闭仔呢 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播放原住民新闻节目的原民台 想看得在有线台 一般人在家就是看不到 广电三拔把老三台 无限数位频道列入必载 中视台市民视洋洋洒洒二十台 但就是没有原民台 真正该受惠的频道 却平白消失 身为国民党原住民立委 廖国栋一问三不知 恭喜马耀原民台 都没有说好报价 如果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公平才这样 那你也觉得不公平呢 因为事实上我不太清楚 现在的状况我非常不知道 原民台没在无限必载选项里 立委助理先挡镜头 不给拍 廖国栋把记者问话 当作耳边风先逃再说 原民台在有线电视上架播出 并不是受到避载保障 而是根据并评条文 系统经营者必须免费提供固定频道 广电三法拼最后一礼 但原民台却消失在无限频道 立委助攻恐怕是假公益 真护航 马耀你们原民台怎么都不见 再讲一个历史的 因为前阵子课纲大家很重要 高中是让大家知道 高中必休128个小时里面 原住民只有3个小时 扣掉考古的活着的只有1.5小时 我要讲这个影响是 原住民无法认识自己就算了 全台湾的人也无法透过课本认识我们 所以这个币很重要 很重要再强调一次 好那20台在这里 币看了一定是重要的嘛 还会放上去 结果这20台里面有客家 好刚刚那是凑巧还是怎么样 刚好有客家 然后有公共电视 为什么原住民电视台 到现在都还没有 零台 零台 没有 这不是欺负原住民 什么才是欺负原住民 到现在 2016年还看不到 而且原住民对于无线台的需要是更强的 因为讲实话在山上也比较穷一点 一方面是他拉线不太愿意拉到山上 所以应该是更重要 大部分有线电视很重要 大部分都是透过有线电视 透过卫星之后 各个地区的系统平台 把这个讯息传送到每一个家户 但是这是台北很容易做的事情 但是山上你有钱买不到 它为了成本它不会去拉 所以这个某种的币载 刚刚讲了 但是还是要付某些的费用 虽然有定频有播放 但是有钱山上买不到 所以这时候数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因为它是免费的 这是应该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山区人很少 透过这最低的成本就可以看得到 那MOD的部分是要付上架费的 明明还要付上架费 虽然画质可以是高画质 但是要付上架费 这么不公平 共心共跌 物质没有币载还要付钱给 一年要700多万 付钱给中华电信 所以换句话 这对原住民是显然的不公平 绝对是不公平 不过现在除了对原住民不公平 其实对我们一般广大民众的收视权利也不公平 我举个例子 有一户人家 他爸爸妈妈 因为小孩子还小 没有必要给他看这么多电视台 所以他只看无线的 可是看无线的不要钱啊 那怎么办呢 他跟有线电视网说 我只要看无线的 所以重来是有线电视 因为他只看无线 一锁屏只能够看无线 不要钱 都不要交钱 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要交钱 假如变基本频道 那变成你要看无线台也要交钱 本来看无线的不要钱变成要交钱 这就是无线必宅有线里面的米港 这很厉害 那商业台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子呢 所以我说台联这次的修法 真的是鱼目混珠 他就是骗我们大家一般 就是老百姓 傻傻去缴那五百块的费用 他就趁这个 大家想要这个捞便宜的心态 觉得越便宜越好 所以他就打出来说 无线免钱 有线一百 那的确刚刚姐妹讲说一百块到底有什么内容 他完全都没有跟大家说明清楚 原来如果你今天买了这个一百块的基本款 才发现原来被骗了 因为本来这个就是你只要架一个无线的天线 你其实就可以免费收看 可是过去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的NCC 或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政府机关 针对这个事情做宣导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次的修法除了台联他有意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法过程 云目混珠之外 那是不是骗选票 大家可受公平 另外一块我觉得应该要去克责 就是NCC的角色 NCC一直在讲说 他们不去做内容的管制 他要做的是发展数位汇流 所以他现在推出这个汇流无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要辅导产业的发展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要做个产业发展的一个主政机关 你为什么会有大小心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说 其实避载的频道就是我们在讲学生要避休嘛 那避休的话 你就是必须将来所有的台湾民众都一定要被迫 或是必须要去收看这个避载的频道内容 但过去这个部分事实上有民营台 老三台就是民营台 他就民营化了 然后还有民事是商业台 那这些长期占有这样的一个无限平谱优势的台 为什么你还要继续透过修法 让他无限上纲的去占有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NCC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站在一个为全国民众把关的立场 去好好的去审视这次的修法 那到底你有没有开公厅会 这是我们很质疑的 站在一个公民团体或消费者立场 我真的会杀了 为什么突然间讲出来有限100块 我们问问邻居或隔壁人说 100块很好啊 就看起来比较便宜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让他修法过稳才发现 原来他里面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 本来就是不用钱的 那NCC你今天辅导产业的话 你真的要凭良心 你自己真的要开公厅会来跟大家说明 大家可以来比较吗 到底哪一种的一个配搭是比较好 那我觉得我们绝对站在公民团的立场反对 因为这个无限频谱本来就是公共财 那应该就是作为扩大公民的社会的一个力量 或公共服务媒体的一个禁用权益 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无限频道的一个公共财的一个精神 那你今天反而反其道而行 反而没有在这上面去做把关 然后再开过中厅会来跟社会大众做沟通 然后就详行让这个特定的政党来做这样的一个操弄 我觉得这是非常觉得需要权责的地方 所以文杰 有那么急吗 急着修法吗 我看不出来在急什么 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不管你是台市中市民市 其实都是商业台 其实都是商业台 虽然说以前的无限台 老三台的时代 无限台它可能还有一些公益性的功能 国家政策的问题 现在台市中市民市 中市是那个旺中的 台市 台市以前是省政府的 现在都已经民营化了 民市也是民营化 还有华市也民营化了 以前军方 华市现在是属于公广集团 公广集团 商业公共 商业公共 商业的 那如果说国家 如果国家政策要怎么做的话 我觉得唯一可以剩下的就是公市 公市集团下面的几个频道 那你可能客家台或原住民台 你可能可以放进去 但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所谓的商业台 如果我是一个家长 我一台都不要 我可能宁愿要discovery 或什么国家地理频道 那但是你NCC会给我这些吗 不会 一百块也得太批 太批准了 对啊 怎么可能呢 我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我根本不要这些 我不要看华市 我不要看中市 我不要看台市 这样不行吗 那所以你为什么你NCC要替我决定说 到底哪些台是B宅的频道呢 对不对 所以对我消费者来讲的话 你干脆最好的方法 你觉得NCC你不要帮我选择嘛 现在照怎么样 该怎么样的机制 那无线台它进入系统频道 和有线台进入系统频道 它到现在的机制到底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般消费者 complain的问题 大概就是只有一个月 是450 500还是520 它真正消费者 在关心的是这个事情 而不是现在NCC的 这样的一个做的方向 我觉得总的来讲 这个问题似乎是应该 好好再讨论一下 不过我记得行动电话 三机四机在标出去那个频谱 就是无线的频谱的时候 国家是收了好几千亿 每一家都付了好几百亿 我们的无线电视台播出去 国家有收钱吗 有收钱吗 它就每年只有每个频道 缴一千万多的使用费 只有一千万 而且还有当初没有用竞标的 就现场就送给它了 一千万 可是你那个4G的是好几百亿 千亿千亿 合格好几千亿 对对对对 个别的话是百亿 个别我听说四百亿三百亿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是一千万 所以就显然怪怪的 因为它是商业台嘛 对啊是是 它现在就是说它的这个频谱 你看530到596好大 频宽很大对不对 然后每年只要交一千万的使用费 每一个6MHz的这个所谓的 被指配的这个电视台 然后呢 它而且当年这个频谱 像我们不是讲说现在的台市 就是这些商业电视台 无线商业电视台都已经民营化了嘛 不是国家的 可是它民营化的部分是怎样 就包括这个频谱呢 就公共财就被私有化了 就公共财在当年事故的时候 确实是有争议的 有人主张说 这个民营事故应该是指上半段的频道内容 做频道的电视台的里面这个部分就好了 可是做平台 这个平台不是都是公共财吗 嗯 频谱是公共财 然后我们讲发射塔补锡站 也是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的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 那这个都是公共财的状况下 为什么在民营化过程 连平台都被民营化了 就是公共财被私有化啦 然后那他们这些上面的 然后公共财私有化之后 请问他们赚到的钱 有回馈给人民吗 就是股东嘛 那甚至像华氏 华氏他有17%是那个民股耶 嗯 还不是说纯粹的 那个都是公共财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啦 那这个到底公不公平 现在产生的质疑 立法院可能会表决 不过现在立法院的态度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呢 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那广电三法在立法院 这个礼拜会不会闯关呢 我们要连线外场记者 白乔英来告诉我们 乔英 广电三法要在立法院 本会及立拼修法过关 但他真的是全民之府吗 还是伤害全台湾人的收视权益呢 刚刚立法院长王金平受访的时候 也表示 广电三法现在大家还没有共识 而且问题还有很多 带你来听 要参数也是没有办法过 你没有好好的损 那通过的又争议又大 也实在过不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谈 为什么还不赶快审查过关 审查就用讲的就过了 那么简单 现在争议已经消灭了吗 可能民进党团上个礼拜五早上开国会 讨论过广电三法的立场跟主张 我看到可能还是会有相当多的问题 因为这会期可能只剩下一个月多月 这个会期应该是难以 我们要处理的法案还很多 所以我们尽力而为 如果广电三法一过的话 很多无线频道全部都会列入B仔频道 也就是原本可能你不想花钱看的 现在都得被逼着要花钱来购买 才可以来收拾 所以这样的方法真的是全民之福吗 刚刚你也可以听到立法院长王清平说 现在朝野还没有共识 还存在着很多的奇异 所以这会期如果真的要仓促修法的话 他不会让广电三法来过关 以上来自立法院 请请再把时间交还给同内主播 王清平都说政律很多有困难 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行表决呢 对啊我们希望那个王清平院长 能够信守他刚刚讲的话 他也知道争议很大嘛 通过之后未必是好事 那现在就是正要做朝野协商 我们也希望说王清平院长能够 针对他刚刚讲的话 他能信守承诺 那其实我们其实对于现在B仔的问题 其实民间团体也有一点诉求 我们是希望是说趁这个机会 你要修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回归到公共利益来考量 比如说无限平补要不要缴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另一部分你一定要开公订会 让所有民众的这个想法 跟这个意见都能够被表达 所以公共利益 还有对于弱势族群的照顾嘛 马耀 应该怎么办呢 珍规的平补赶快收回 收回让有需要公益的频道继续去看 那一般商业节目 回到商业极致同时淘汰不好看的节目 大家来竞争 好竞争才会留下好节目 才会看秋香看了几千片是吧 如果一台快 你不想看的台也没有用 业配 我们现在很多 你随便看这个现在三台或是 无限数位台 都很多是业配的内容 业配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业务配合 业务配合 业务配 闭载 然后其他的商业机制就公平竞争 关键就是这两个 只有公共利益才可以享受闭载 这样子的特许的权利 可是如果是商业电视台 就请他回归到商业的公平竞争 不可以用立法的方式 因为我们看到了 整个其实电视产业 包括很多偶像剧 我们拍的这些 大家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 大家如果公平竞争 就会有好的品质出来 也比较公平 如果没有公平竞争 那就会虐臂驱逐良币 这是HBO的 这个电视台 大家最喜欢看吧 他们的总经理讲的 那我们会不会产生 虐臂驱逐良币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真例很多是王金明讲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过呢 为什么要强行通过呢 秘书长 所以我们千万在这边拜托 拜托 请选民要睁大眼睛 因为现在广电三法被绑选举啦 所以他造成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我们请大家要睁大眼睛 看看到底是谁是假公益 真图利 我们主张 避载是无理的 然后平谱要归功 绝对不可以用立法的特权 去图利少数的业者 弱势团队我们原住民 台湾的主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视 有这么难吗 科技的国家 这么有钱的国家 让原住民看自己的新闻 虽然没有收视率 人是比较少 那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结果我们看不到 我们想看的事情 非常非常没有道理 我们要求NCC14号主委 自己要悬崴热马 自己要真的站在辅导 产业立场公平的 让这样的平补激进增长 所以公平正义应该